经常的便利店里一个男人突然冲了进来持枪抢劫 所有人都按他的要求丢出了钱包 所有这个男人即使被枪指着都一样不为所动 他就是我们的主角天生自闭症医生肖恩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良一第一季第八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只要早起有件事不顺心 那么这一天都会过得比较糟心 一大早女邻居就敲开了肖恩的门 跟他吐槽起反馆还把肖恩的苹果直接吃了 虽然肖恩很喜欢他但也诚实的说出了是他不对 结果就把喜欢的女邻居气跑了 他本想到便利店重新买一个苹果 结果却遇到了抢劫犯 抢劫犯让他双手举起然后掏出钱包 可是正常人怎么能做到双手举起掏钱包呢 所以肖恩没办法动 这下就把抢劫犯气急了 他本想开一枪吓唬一下肖恩 结果却打中了另一名女顾客 趁着抢劫犯傻眼之际 店员迅速抄起棒球棍将她捶晕 女顾客和抢劫犯被同时送进了医院 肖恩经历了这么大的事 梅叔想让他休息一天 但肖恩却丝毫没被影响 毫不含糊且迅速地说出了女顾客的症状和对策 梅叔有些诧异 但也同意了让他参与急救 两名伤者都急去手术室 但目前只有一间空折 15分钟之后才会有多一间 女医生检查抢劫犯的时候 看到了抢劫犯身上的纹身 她竟然是个纳粹 是个种族歧视者 女医生一时被情绪左右 想将手术室让给女顾客 但女主任却说 抢劫犯不抢救的话 5分钟后就会死 显然抢劫犯的情况更危急 梅叔控制了女顾客的情况 把手术室给了抢劫犯 女主任告诉女医生 当医生要一视同仁 不能因为病患是种族歧视 就影响自己的医学判断 女医生条件反射的否认 还和女主任起了争执 结果手术后 就被女主任罚了去监护抢劫犯 她很不服气 但也没有办法 她想跟肖恩换班 但肖恩拒绝了 今晚她并无认为 那是她的错 才导致了这一系列情况 但她心里依旧不好受 因此她必须亲自看管女顾客 她向女医生求教 为什么早上女邻居会生气跑掉 女医生告诉她 因为女邻居 并不是想要找个人判断对错 她只是希望有个人能支持自己 肖恩似懂非懂 但此时 她发现女顾客的数据有些异常 她赶到病房查看 发现女顾客尿袋你的尿液很少 她立刻一把掀开了女顾客的被子 不料一盘的男同伴 直接冲上来推开了她 让她滚开 但肖恩无暇顾及她 因为女顾客双腿已经开始水肿 这是早期胜衰的征兆 必须马上进行血液透析 将过量的液体引流到体外 梅叔也迅速感到了病房 他们引流了近两身过量液体之后 女顾客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梅叔发现了女孩胸腔有积液 必须马上做胸腔穿刺素 在梅叔和肖恩的努力下 女顾客的情况恢复了稳定 另一边 女医生再也无法忍受抢劫犯了 她再次找到女主任争论 她不认为自己只是顶撞了她 就要受到这种对待 女主任却说 她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在哪里 如果今天让她去看护病人的是梅叔 那么她甚至一生都不敢坑 更不要说当众顶撞上司 女医生有太多的预设立场 在她的立场里 根本就认为女顾客比抢劫犯更值得被救 也根本没有把女主任答应回事 所以她才会觉得自己没有错 作为医生 她要学会端正态度 不能因为个人情绪影响工作 等女医生回到病房 发现抢劫犯脖子有血块 并且已经肿大 出现了呼吸困难 她立刻哭叫了女主任 但抢劫犯已经等不及了 监测仪在疯狂跳动 她必须往抢劫犯脖子划一刀 释放压力 当她从未试过 她深呼吸 手都微微颤抖 她一边回顾着学过的知识 一边仔细地寻找下刀的位置 成功地拯救了抢劫犯 什么颜色 什么种族歧视 什么人 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她是医生 在她面前的 只有病患 把病患治好 是她学医的目的 她深呼吸 当众向女主任道歉 女主任并不惊讶 只是淡淡地说了句 知道她需要这场胜利 女医生微微有些吃惊 原来女主任 一开始就没有想刁难她 而是知道 她自从上次操作失误 导致病人离世之后 一直都缺乏信心 因此故意给机会 她证明自己 找回自信 在职场上 这样不经意的帮助 真的很让人感动 女医生又上了宝贵的一刻 另一边 湘恩还在看护女顾客 一盘的男同伴也冷静了下来 她跟湘恩说 其实不怪湘恩 应该怪她自己 她和女顾客本来是网友 今天是第一次面积 但女顾客并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于是她故意说忘了带水 想带着女顾客买水的时候 再假装忘了带钱包 这样他们就不能登商了 她就可以把她甩掉 如果不是她带女顾客进便利店 女顾客就不会经历这些 湘恩却说 这不是她的错 她买水和抢劫放抢劫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还没来得及说更多 女顾客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 湘恩立即呼叫了梅叔和男助手一起会诊 湘恩说是严正影响了她的心脏 导致她器官衰竭加快 男助手却说 根据近两次的检查显示 比起心脏问题 更有可能的是身体内部某处有出血点 但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 就必须开刀动大手术 几番商讨之后 梅叔决定按男助手的提议 开刀动手术 早出出血点 手术台上女顾客的生命只数狂跌 但全身的范围太大了 他们没有办法立刻盲拆出出血点的位置 这时湘恩立刻启用了自己的天赋 在脑海中模拟出女顾客中枪后 子弹在她身体里的运动轨迹 迅速确定了出血点的位置 梅叔按照指示顺利指写 女顾客的体征也恢复了稳定 湘恩这时突然说了一句 她错了 大家都以为她只是在说她刚刚诊断失误 只有梅叔明白 湘恩是在为早上自己间接害到的女顾客感到愧疚 于是梅叔迅速接了一句 是的她犯错了 但她刚刚已经尽力弥补了过错 女顾客现在已经度过危险了 看着女顾客醒了过来和父母聊天 男同伴本想就此离开 女顾客就叫住了她 她跟她道歉说 很抱歉 她觉得她不是自己那杯茶 想甩掉她 她能感觉到她也有这个意思 但没想到她会一直陪着自己做手术 两个人居然都是一个心思 男同伴和女顾客相识一笑 男同伴说等她好起来 他们正式约会吧 女顾客笑着同意了 这晚湘恩回家后 女邻居拿着个苹果找了上门 她跟湘恩道歉说 自己不该因为湘恩诚实就发她脾气 湘恩也跟她道歉 说抱歉没有站在她那一边 两人互相理解 女邻居还给了她一个爱的抱抱 这一集依旧十分温暖 她讲了一个很接地气的话题 那就是犯错 其实无论多聪明 只要是人都会犯错 问题不是犯错 而是改过 我们都没有时光机器 不能倒回去让自己别犯错 但起码我们可以努力 让后果不那么恶劣 然后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求求给个点赞收藏和转发 我是茉莉 我们下期再见